民眾到醫院排隊篩檢 鼻腔採樣每愛一次痛 就得花一筆費用 等的是篩檢結果 也求一個信安 如果常來花大 會有點負擔 連續下來的話 應該還是蠻一個 蠻大的消耗了 三天一次就很貴 幾次就多少錢了 不過有民眾向平面媒體透露 家中長輩七月底住進 台中榮總加護病房 當時採取視訊的方式探病 不過中央宣布 8月24號起開放 有條件探病 探視者得出示篩檢 引進證明 醫院卻排除了 家用篩檢這項條件 家屬為此改到醫院做快篩 比家用價格多三倍 甚至透露一家人 兩個星期就花了快一萬元 看看疫情中心宣布 探病規範 探視者的篩檢 的確就包含家用快篩 以現行的篩檢方式來看 PCR核酸檢測 三千五百元起跳 抗原篩檢則在三百到一千元 不等 家用試劑篩檢的費用 則是三到五百塊錢 本市考量家用快篩 結果認定人有疑慮 彈性給予各醫院評估風險 是否採用病含報衛生局核備 不只住進加護病房的老先生 還有在美國中國工作的兄弟黨 趕回台灣探視父親 十四天也是花費將近十萬元做篩檢 加強防疫嚴守探病規則 但中央地方的規範不同步 卻也讓民眾的荷包吃不消 三千五成平 R3G小組台中報導